全台约有20万9千多名的国三考生 要来力拼5月16到17号登场的国中教育会考 但是距离考试时间剩不到两个月 武汉肺炎疫情仍未趋缓 甚至有越来越多人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观察 教育部表示将针对国中教育会考举行第二次考试 基本上目前因为是第一次的5月16到17号的国中会考 那么所有相关事成的部分都会按照原定的时间来做一个安排 办理这个第二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考试 那因为呢这些涉及到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考生 为了顾及他的一个权益 所以另外办理考试 教育部强调只有在考生受疫情影响 必须居家隔离或检疫的前提下才可进行第二次考试 最快应考时间将在27号公布 至于考题将分为难易度相近的AB试卷 预计今年4月底之前完成主题 补考的这个卷子 它在各科在主题的时候 都会用相同的规格在主卷 它的难易度 它的鉴别度 还有评量的整个范围内容的部分 其实都会比较正式的这个版本 另外同样在今年5月登场的统册 以及7月指考是否也会有第二次考试 人带大考中心跟技砖招策会决议 志愿考试过程是否规定考生全程戴口罩 以及考场是否安排梅花做硬考 教育部回应近期将会定案 原始新闻就是麦布拉利亚台北市采访报道